怪手連日趕工 挖開地面 將埋在下方的水墊管線清理乾淨 原本十層樓高的天王新大樓 已經被移為平地 接下來只要恢復管線 以及耗製並鋪上駁油 預計19號下午就可以開放通車 不過鄰近的飯店則是還在修復中 第一座單是有四顆 四顆都壞掉 對 他一顆都是不斷 頂樓四顆水塔全頭倒塌壞掉 房間牆壁除現裂痕 擺設品也都散落一地 在天王新大樓的拆除過程中 落地窗玻璃甚至被石頭砸出 蜘蛛網狀的裂痕 花蓮七點二強震厚地十六天 飯店也開始盤點損失 並進行整副作業 業者表示因為花蓮地震不斷 先前就已經做好耐震補強 不需要擔心主結構是否受損 不過由於水電管路和房間裝潢 還是有不小的損傷 需要一些時間進行修繕 下個禮拜即使檢視完 確認我們結構沒有受損之後 我們後續進行這些恢復工程 確認安全全面恢復運營 業者也透露這次地震造成的損失 除不估計已經將近千萬元 只希望能早日修復完畢 恢復正常營運 接下來李謙女傳媒常常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